扎文斌说道 不要小看了仙人的智慧 诸葛孔明很早就发明了牧牛流马 只是那些古老的工艺都已经失传罢了 这个机关倒不是为我们设计的 而是防那些盗墓贼 不懂的人进来就会在这些永远不停变换的道路中一直走下去 没有尽头的在这个国里绕着圈 最后便统统困死在这里 这雪白质地坚硬 足以抵挡一般的刀销俯瞰 而且木质结构还有一个特殊性 那便是稳定性极差 所有的木头堆积在一起全凭一个巧劲 一旦动了其中一个 其他的便会轰然崩塌 盗墓贼也就会被一块砸死在这下面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就和盗墓贼一样被困死在这了 我觉得孩儿闹鬼了 肯定是那个石头爹 等我出去 非把他拉出来冰尸了 抽子说道 扎文斌否认道 跟你说了 不是他 在这附近死的人 都会被吸入这具巨魂关 他是没机会出来作恶的 至于那幅人脸图 或许只是个巧合 别自己乱了阵脚 只要是机关 都会有破解的办法 如果把木道设计成一个死循环 那么木主人自己就意味着被永远封死在这里 没有人会这样设计它 这条不停移动的路 抽子 我们再走一遍 你把每个转角处都按照走的先后顺序标注数字 这样我们就知道哪条路是最先出现的 说干就干 他们被困在这里面的时间已经足足有两个小时了 估计老王和横肉脸都已经在外面等得很着急了 扎文兵还真怕他们两个一会儿挡不及会破棺果 那样的话可就真的被活活给埋在下面了 抽子顺手在现在的位置上标注了一个数字一之后 又在第二个转角处标上了二 当他标完数字五的时候 下一个转角出现了数字一 这个岔口我们来过了 到三那儿 走另外一条没走过的通道 这一圈走下来 他们又再次遇到了那个弹孔 只是这一次 他的下方被标注上来数字七 当数字八也在半个小时后被抄子标注完毕后 所有的路口 无论怎么走 每一次下个路口都会出现不同的数字 而扎文兵就带着他们两个按照同一个方向不停地走 每一次都会得到不同的数字排列 这样的循环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此刻离他们近骨已经足足有四个小时了 老王在外面急得把厚重的关骨砸得蓬蓬作响 横肉脸的嗓子都要喊哑了 可是那个缝隙里再也没有传出过声音 当数字七也就是那个弹孔第八次出现在扎文兵跟前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停下的手势 说道 注意了 这一次走 一定要看清楚墙壁上的记号 成败再次一举 虽然不知道扎文兵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听他说的那么严肃 抄子和卓雄把精气神都提得足足的 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变化 当走了八个弯之后 出现了抄子先前刻的数字八 这一次他们完全走出了一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字排列 不像之前的乱糟糟 扎文兵指着下一个出口说道 那很关键 希望就在那 当三个人都走过那道湾之后 一片雪白的墙壁展现在他们的跟前 虽然这关国里的每一处转弯之后 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可是这一次不同 因为他的下面没有数字 找到了 这就是第九个 扎文兵喜出望外地说道 啊 我们能出去了 抄子见他很有把握的样子 他实在是不想再待在这鬼地方了 按照他的想法 出去之后 丢点炸药 让这个见鬼的东西 彻底埋在下面 扎文兵指着那块墙壁说道 先不要上再说 这儿的机关是按照语步设计的 只要有了这九个数字 我们一定能进能出 只是时间的问题 抄子只好拔出匕首 刚想画数字 却发现下面有一道划痕 他震惊地喊道 我们之前也来过这儿 是来过 只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这个位置叫做离宫 每隔九次才会出现一遍 没想到啊 还是个道家高人设计的机关 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道家 卓雄问道 他又想起了扎文兵躺在那里时 天上忽然压下来的那朵八卦 这件事 谁都没有跟扎文兵说起过 因为谁都不确定 那时候的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如果死了 那么眼前这个活生生的文兵哥 又是谁呢 有的事啊 还是哥在心里比较好 至少在这个地方 是不适合提起的 扎文兵也难得地坐了下来 走了这么久 或许真的有些累了 灌了一口水后 他继续说道 这里啊 是用九弓术设计的 如果把整个果 看作是天弓的话 那么这个天弓内部 就有井字划分 乾弓 坎弓 更弓 正弓 中弓 迅弓 离弓 坤弓 对弓 九个等份 本来这是用来 在晚间从地上 观察天上的七要 与星宿移动 从而观察天上的变化 也就是补挂用的 九弓 又分别称为 正弓 中吕弓 南吕弓 仙吕弓 黄中弓 大面吊 双吊 商吊 月吊 九弓在 齐门盾甲中 代表地 大地 为齐门盾甲之机 是不动的 齐门盾甲 分为天地 人神 四盘 四盘之中 唯有地盘 是不动的 为座山 也就是大本营 而我们这一路走来 已经分别经历了 天盘 人盘 和神盘 分别是 那四节变幻的过道 那是天盘 我们遇到的那个梦 则是人盘 以幻化出来的古人 差点要了我们的性命 而风渊 则是神盘了 那是只有在上古传说中 才有的东西 如今这一盘 便是地盘 前三盘 都被我们阴差阳错的 给破解了 只需要破了这地盘 我们便算是彻底 过了这个 由高人布下的 古今第一大阵 他是不是我道中人 我不得而知 但是这里的一切 都万变不离一个阴阳 至少 也是个通天彻地的神人 卓雄和超子 听得是云里雾里 他们只知道 自己已经被困在这儿 好久了 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出去 哪像扎文兵 还有心思喝水啊 超子问道 那我们之前呢 为什么你说 我们在这儿 只经过一次 这跟心经有关 嗯 简单给你们解释吧 也就是说 以123456789的顺序 是一周 古人认为 九是天下最大的数字 一周后 还于中央 又再次走一周 但是这九宫里面的正宫 到一定的时候 行者本身就会隐形 也就是消失不见 需要再走八次 到第九次 才会重新出现 也因为这个消失的正宫 其他的八个宫位 分别是对应着 奇门遁甲中的八门 在我们道家中 也叫做九宫八卦图 也是奇门遁甲中的 最高战法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 这个一是在哪个位置 所以我让超子 一直在做标记 其实就是为了 得出这个正宫 现在我们就到了 这个位置 虽然标注的是九 但其实 它在奇门遁甲中 是五 其余的八个宫位 对应 修门 升门 伤门 渡门 锦门 死门 惊门 开门 这八个门 这八个门中呢 又有三个门 是急门 三个门 是胸门 两个是平门 还有一个隐藏在其中的中门 总计也是九个门 这九个门分别对应 修 死 伤 度 中 开 精 生 井 九个门 对应咱们现在通道上 标注的数字是 五 六 七 八 九 一二 三 四 其中超子标注的 三的那个位置 咱们如果再继续走下去啊 网上再转两个弯 便到了一开始下来的出口 但如果过了一次不上去 就需要等到这个数字九 也就是中门再次出现 我们才能按照这样的顺序出去 但是此人不想一个死局 又以涉魂槽 引万魂为己用 我想 也只有轨道 才会如此狠毒 所以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棺材 放在死门之下 也就是数字六 所对应的那个转弯 我想 敲开那块地板 就能见到真正的主官了 现在离我们下来 也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了 他们在外边也该急了 是上去还是下去 你们两个决定一下 下去肯定有危险 死门一开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八字再硬 也得丢掉半条命 听扎文斌解释了这么多 超子和卓雄有些明白了 跟在他身边这么久 这其中的道道不说听吗 看也看得太多了 两个人还挺默契地一起说道 我们听到 扎文斌这一合计 他们在外面等得也确实太久了 便说道 先上去 跟老王打个招呼 你们两个有什么想说的 一会儿都跟他交代清楚 我这么说 你们心里也好有个底 这下面不是一般的复杂 懂吗 其实他这么做呢 还有一个原因 那便是证明下自己的判断 是对是错 事不宜迟 这哥仨立马就动了起来 到了数字六的时候 抬头便可见那个斜斜的上坡 这一次 扎文斌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 向上拐过了那两道弯 抬头一看 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正对着自己 啊 终于出来了 扎文斌的脑袋刚刚露出来 就看见不远处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正对着老王那肥大的屁股 爬了过去 射灯一照 好家伙 那八条锋利的大腿 捂得跟长毛似的 臭子 快出来 上面有狼猪 他朝下面吼了一声过后 立马跳了出来 然后大喊道 老王 快让开 你后面有狼猪 话说 老王已经敲那句棺果 敲得筋疲力尽了 正想坐那歇会儿呢 忽然听到扎文斌的大喊 吓得他一个哆嗦 直接从上面栽了下去 不过 这王胖子还是有几分机灵的 顺手一抓就抓住了登山索 就这样掉在了空中 他刚想喊救命 就听到砰的一声 接着就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从自己的头顶飞了出去 老王被超子拉了回来 他的腿到现在还在打着哆嗦 跟他说了下面的情况之后 他最关心的便是要找的东西 有没有出现 扎文斌摇摇头道 到目前为止 你所说的第二棵神树 没有半点影子 这个世上 或许根本就没有第二棵 但是 确实是因为这个不准确的消息 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所以老王 你该实话告诉我 来这里的真实目的了 确实 这个地方跟棋风山压根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 神树是青铜所住 但是这个鬼地方 到目前为止 连半个青铜器都没见着 这个消息啊 是组织里的那个人 亲自传出来的 那个人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先前棋风山啊 也是由他指点的 老王明白 几次他们几个都险些丧命 这其中的缘由 想必没那么简单 文斌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 我一定回去给你个交代 哪怕是触犯了组织的天条 现在看来 什么狗屁第二棵神树 根本就是幌子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 找一棵子虚乌有的神树 但是我知道 我们几个差点都送了命 甚至是已经死过了 这是你的事 你们组织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只是帮你们找想找的东西 不管消息是真是假 我都会尽力 现在这下面是唯一的希望了 如果我超过三天还没有上来 你带着我这三个兄弟先出去 然后想办法回家 以后我的儿子就拜托给你们了 超子一听就急眼了 不是说好我们三个一起下吗 怎么又变你一个了 九宫八卦途中 要想活着走出来 必定是九死一生 你们都还年轻 没必要跟着去冒险 我与人是君子之约 应当做力所能及之事 再一个 我也想看看 道中高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我扎文斌学道一生 还不及他半点皮毛 祖族们留下的东西 都快要让我们这代 都给忘光了 我也想趁着这个机会 一窥究竟 不行 我们说好的通生共死 怎么能舍你而去呢 要下 还是我们哥仨一起下 卓雄很少发脾气的 这一回 他是真的红了脖子 都给我走 别跟着我下来 扎文斌去意已决 转身便从那条缝隙里 又爬了进去 等他前脚刚跳下 那个凹陷 后面两个人 就跟着进来了 不是让你们别来吗 怎么这么不听劝啊 快出去 扎文斌已经有些恼火了 抄子一把推开扎文斌 他的力气大 一下子就把扎文斌 给推倒了 卓雄跟着往里一钻 第一个转弯处喊道 文斌哥 上次我们没能跟着你 进齐峰山谷底的裂口 已经内疚了好久 这一次不会再走了 这条路我们俩兄弟 进去没你带着 肯定是走不出来的 要么被困死在里面 要么你让我们跟着你 怎么选自己看着办 扎文斌这一刻眼眶 有点湿润 生死之交也莫过如此 自己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能做的就是带他们进去 然后平安地 再把他们带出来 当三人下去之后 果然数字又开始 进入混乱的排序状态 当数字七出现的时候 扎文斌从袋里 掏出了一炷香 在弹孔前面点上 让他们两个也闭上眼睛 三分钟后 扎文斌重新睁开眼睛说 这里是伤门 也就是镇宫 属于八门中的胸门 镇挂主动 动则一伤 我想那群蜘蛛 或许真的是脱了石头爹的魂 来这给我们一个警告 只要我们在这座国里乱动 则非死即伤 伤门为第二大胸门 他是算准我们要入死门 如今看来 他肯给我们这个警告 是一种提醒 提醒这里暗藏着危险 两位 等一下记住啊 不要离开我半步之内 否则我也无能为力啊 死门为罪凶 压根没有急 誓死是活 各安天命 再拐两个弯 是抄子先前标记的六 也就是死门 终于出现了 敲击地上的木板 回声咚咚咚咚坐下 显示这下方 确实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儿的木材 自然是顶好的雪白 要想从这儿打个洞 又不破坏整个木室的结构 这种活还是得交给抄子去干 虽然自诩为爆破专家 但是炸药在这里是无用物之地的 任何一点偏差 都有可能让这座沉睡了千年的 雪白关谷在瞬间崩塌 而他们也将永远被埋在这里 只有让这一切再次回到原始社会 三人开始用刀刨 这雪白的名贵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他们手中用的可谓是特种军用匕首了 一刀劈下去 也就能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 两个当兵的加一个道士 这会儿全成了木匠 一个圆形的坑 正在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下 逐渐往下陷 若是此时有古董商看见了 肯定得大骂这三人是在抱舔天物 哪里会有人舍得拿刀子去在雪板上挖个洞啊 这不是疯子 是什么呀 两个小时后 当三人脸上的汗珠都要在地板上结成一汪水的时候 卓雄一刀砸下去 哺的一声 终于穿透了 到底了 文兵哥 扎文兵把头扶下去 用强光射灯朝着那个刀眼里面照下去 一道雪白的光柱直入地下世界 但这个刀眼实在是太小了 无尽的黑暗瞬间吞噬了这些光亮 加把劲儿 再凿开点 趁着干活的间隙 卓雄问道 你不是说这儿的通道都是在移动的吗 这么久过去了 我们这块地板下方对应的也应该移动了呀 怎么确保这里就是下去了墓室呢 你尽管凿 九宫是地盘 虽然格子一直在不停地移动 但是跟下方连接的八门永远是对准的 宫位在动 门也跟着动 抄子到这时 索性就用脚踹了 军用皮鞋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硬 这小子那股瞒镜头上来啊 是丝毫不会输给横肉脸的 风风一顿乱踹 还真叫他给鼓道出一个大洞 那个洞不断地在扩大着 当他能容纳一个人进入的时候 这个用掉三人将近三个小时的工程 终于宣告结束了 冷 这是扎文斌把脑袋探下去之后 说的第一个字 这里的空气也不知道有多久没和外界相通了 一股寒气直逼人的毛孔 风才还是满脸大汗的脑袋 这下子只觉得毛发都竖了起来 你们两个在我后面 千万别跟丢了 到下面后 不论看到什么都别乱摸 也别乱说话 遇到情况 尽量用手势交流 两道本命符 一人一张 老规矩 塞在自己怀里 给完福祉之后 扎文斌第一个跳了下去 如果说北方的冬季是寒冷的 那么这儿呢 真的可以用极寒来形容了 只是落地的这一刹那 扎文斌就觉得自己是掉进了冰窖里 一股透着阴气的寒冷 瞬间把人包围 他甚至连手指在这儿 都一下失去了之前的灵活 他吸了一口气 牙龄立马感觉到一股酸痛 这种冷 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三个人站在这个距离 天花板不过一人半高的地下世界里 还没开走 就都已经开始打起了哆嗦 射灯照出去 全是自己呼出的暖气 雾茫茫的一片 又瞬间凝结成了冰花 落在了自己的嘴唇上 这是什么鬼地方 要冻死人了 抽子也是在雪域高原上打过滚的人 算是比较耐寒的了 可这种立马就能把人冻僵的情况 也只会偶尔出现在 深冬夜里刮起西北风的草原上 可那也仅仅是偶尔 别说话 扎文斌小声而严厉地呵斥道 不知从何时起 扎文斌觉得 站在这样冰冷的世界里 却感到自己的怀中 隐隐有一股热量 在提供着温度 多少让他好受了一些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 只有那块太阳轮 可金属在低温下 只会越发冰冷 跟着我 小心脚下和四周 扎文斌低声说道 做了一个前进的手势之后 这哥仨开始哆哆嗦嗦地前行 也许是地上的泥土 早已被冻开了花 这脚步踩上去 就发出咯啦咯啦的声响 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 显得无比诡异 也只有这个声音 不停地在提醒着彼此 它们才是这唯一活着的生物 这地上说是鹿 其实也不染 这是一个空间和棺果 差不多大小的平地 在这片平地上 分布着大小形状 都很类似的白色鹅卵石 规则地连成一条条的线 通向中心 而它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在两条鹅卵石的中间 总计四条对角线 把这个和棺果底座 差不多大小的平地 均匀地分成了八个部分 这八个部分的上方 应该都对应这八个门 而中间的交汇点呢 就是它们要去的地方 因为隔着不远的中心位置 就有一个晶莹剔透的东西 在闪着亮光 这就好比在一片荒石滩上 有一颗硕大的钻石 在向你招手 人本能的就会确定 那便是目标 扎文兵直指那中间 做了一个继续前进的动作 这走过去啊 目测也就三十米的距离 要用冲刺的话 恐怕用不了几秒钟 可就是这么一段 看似触手可及的路 却让他们陷入了 无尽的深渊 尚未迈出三步 扎文兵便停了下来 后面的超仔 以为他发现了什么情况 便把脑袋探了半个出去 就这么一眼 他便看见了 这辈子他最想看到的人 他的母亲 何一超的母亲 也就是王夫人 那个被扎文兵 葬在王庄山坡上的妇人 此时 他就在距离超子不远的地上 笑呵呵地跟他招着手 手里正拿着他最爱吃的桂花糕 以前王夫人总是在京丘时节 和何老一块去老家王庄 那儿最多的便是桂花 老太太会收集很多花朵 拿回家晒干 磨成粉 然后亲手做成桂花糕 给何一朝备着 在他远走西藏当兵的那几年 老太太也从来没落下过 都是做好了 给他游去 让他尝尝家乡的味道 就是这种熟悉而又温馨的味道 自从王夫人走后便再也没有闻到过来 而如今 那股几乎就是扑鼻而来的桂花香 让超子整个人都陶醉了 话说 这卓熊眼见两人都没了动静 他不敢大意 就戳了一下超子的后背 想问问他怎么了 一向没反应 他便戳了第二下 超子慢慢地转过头来 冲他笑着 而且笑得很难看 不知何时 超子手里多了一只盘子大小的血月狼珠 而这只狼珠的半边身子已经没了 超子的嘴里正在不停地嚼着什么东西 发出咯咯咯咯的声音 当卓熊看见超子嘴唇边 那时不时露出来的蜘蛛腿时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文斌哥 超子他 他疯了 卓熊连忙去推扎文斌的背 可是任凭他如何摇晃 扎文斌都丝毫没有反应 卓熊心里一急 便把扎文斌的身子猛地往回一搬 一张已经扭曲到极致的脸 差点没让卓熊魂飞魄散 扎文斌蹊跷都在流血 尤其是瞪得和电灯泡一般大小的眼睛下面 两行血泪正在缓缓落下 扎文斌说过 这里是死位 所以绝不会像看上去那样风平浪静 只是谁都没料到危险会来得如此之快 卓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两个人都中招了 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都拖出去 从这儿到他们下来的入口 不过几步路 必须得马上来 他一把就拍掉了抄在手中的那半只狼猪 拖着它就往回走 才到了那么一步 他就感觉到背后有一只手已经拍到了自己的肩膀上来 谁 卓熊并没有回头 而是大喊了一声 那只手立马又消失不见了 就在他准备再次拖动抄子的时候 肩膀上又搭上了一只手 这一次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那只手扣住自己的力量 以及那只手掌上传出的冰冷温度 鬼搭肩 这是卓熊心头想到的第一个词汇 从小在青城山下长大的他 对于这类古怪事儿 听的那可真是不少了 据说 人的身上有三盏阳灯 分别位于肩膀两侧和头顶 这也是人的本命灯 如果在没人的路上行走 背后突然感觉到有人搭肩膀 搭你的左肩 你向右一转 那么右边的命灯便瞬间熄灭 搭你的右肩 你向左边一转 则左边的命灯瞬间熄灭 三盏命灯相辅相成 只要其一被灭 则多半会成为搭你肩的这东西的替死鬼 你唯一能做的便是 不管不问不回头 由他去 只要命灯不灭 他是拿你无可奈何的 卓雄深吸了一口气 任凭那手扣在自己的肩膀 架着抄子就往后退 这再退一步之后 他便感觉到 这两只肩膀上都有一只手了 一股奇大的力量扣住自己 使劲地往回搬 他知道 这一回头自己也将必死无疑 当过兵的人都学过一样武术 那就是擒拿手 这卓雄呢 可是侦察兵出身 心想 你在后边偷袭老子 老子就索性把你扔到前头来 他也不管这背后是人还是鬼了 猛地伸出两只手 往背上那只大手掌里一戳 捏住其中一根指头 用力狠狠地向上一掰 只听见咔嚓一声 清脆的骨折声响起 那只手掌持痛 便离开了他的肩膀 卓雄解释 把自己的肩膀向后一靠 刚好顶住对方的搁置窝 也就是腋下的位置 右脚向前一个跨步 把背一弓 另外一只手呢 也突然发力 抓住了那只手的手腕 猛地向前一摔 啪哒 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便被摔倒在了自己的侧前方 他正准备拔刀去刺 突然自己的后脑勺 又被人狠狠地揍了一拳 他只觉得自己身子一软 便晃晃悠悠地向地上倒去 喂米哥 这小子是不是想疯了 连你都要杀 抄子赶紧扶起被卓雄摔出去的扎文兵 扎文兵满脸痛苦地五只手指站了起来 一只手指险些被卓雄捏断 他说不出的狼狈 他是中招了 抄子 你先帮我把手指接上 说着便把那只已经肿得粗大的手指伸给抄子 随着又一声咔嚓声 伴随着扎文兵的惨叫 被卓雄生生掰断的手指钻石接上了 扎文兵几乎都要腾出眼泪来了 他还是坚持着干着他要干的活 他把卓雄怀里的那张本命符给掏了出来 在地上放上一个小碗 碗里盛放的是刚从水壶里倒出来的水 点了这张卓雄的命符 连带烧着在他头上快速地画了三个圈就丢进了碗里 一碗黑乎乎的浮水就这样新鲜出炉来 扎文兵叹息着说道 唉 你把它浮起来 我来喂它 这种浮水啊 我小时候是喝过的 有一股焦了的苦味 是真的一点也不好喝 抄子坏笑着让卓雄靠在自己的怀里 又捏开他那张臭熏熏的嘴说道 平时也没看出来这小菜吃野味啊 怎么今天还拿蜘蛛当干粮了 我怕他是饿坏了 别白话了 我们再慢点 他就该被毒死了 扎文兵拿着小碗捏住卓雄的鼻子 就这样呼啦啦地往他嘴里面灌了下去 等到一碗水灌完 卓雄就坐在地上 瞇着眼睛开始狂吐起来 吐出来的东西啊 那还真叫人恶心 特别是那只还在一堆呕吐物里 偶尔伸缩着的蜘蛛腿 抄子坚卓雄这副德行了 便问扎文兵 要抬他上去吗 扎文兵沉思着说道 我们走的这里是死位 不破阵弓邪气 往哪里走都是死 只是该他走到这的时候中招 谁也阻止不了 命中注定的 命符也烧了 这节他算是过去了 但是这命符 用的是他从娘胎出来 到现在积的德行换来的 下一次再用 又得是多少年后了 既然这个坑 他替我们先跳了 就让他待在这 至少要保证他不动 他便是安全的 带着往前走 指不定还有什么 其他的坑在等着他 之前发生了什么呀 话说就在刚才 扎文兵走着走着 就听见背后传来 嘎啦嘎啦的声音 特别像牙齿嚼到软骨 发出的那种声 他回头一看 身后只有抄子一个人 卓雄呢 在离他们不到三步远的地方 蹲在地上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这要是换作是抄子 还有这种可能 但是扎文兵知道 他卓雄是断然不会轻易掉队的 抄子见扎文兵转头 自己便也扭头一看 这下子可把他给惊着了 卓雄那家伙的匕首 正扎在一只盘子大小的 血玉棱珠上面 抄子一边心里探着好险 一边便准备招呼着卓雄继续赶路 抄子轻轻地喊了一声 瞎子 别愣了 赶紧过来 这时 卓雄的脸慢慢地抬起来 在强光射灯的照射下 他的脸看起来一片惨白 抄子这才注意到 地上的血月狼珠 只剩下了一半的尸体 而另外一半呢 正在卓雄的嘴里 扎文兵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嘴里不知道嘟闹了一句什么之后 拍了一把卓雄的肩膀便往前冲去 可是卓雄呢 此刻却像一头凶猛的猎豹 举着明晃晃的匕首反过来 向抄子抓过去 抄子见识不妙 一个侧身闪避了过去 可是扎文兵就没他那身手了 虽然有所准备 可自己的胳膊还是被匕首划出了一道血痕 卓雄冲到前头后 倒也没回头继续反击 反而垂下手臂 慢慢地朝着中间走 前面就是扎文兵要去的地方 他知道卓雄这是出事了 赶紧扣住他的肩膀 却没想到这小子力气贼大 无论自己怎样用力 他就是纹丝不动 自己换作两只手一起上 反倒被他折了手指 又吃了一个过肩衰 抄子见这是要闹出人命了 兴知卓雄八成是走火入魔 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脑勺上 这才把他打晕 安排好了卓雄 就剩下抄子和扎文兵两个人了 这小路是由宽到窄单 为了提防再出点什么意外 扎文兵索性让抄子跟自己并排走 这儿是真冷啊 两人都察觉到对方的身子 在打着哆嗦 不说话 目标只有一个 那个经营剔透的东西 每走一步 扎文兵的心头都在算着 再跨一步便是第九步 九九归一 他这一步始终不肯落地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他还是做了 扎文兵的布鞋踩在已经冻透了的泥土上 没有扬起灰尘 但却被抄子的皮鞋踩破了冰冻 咔的一声 这是鞋底与大地之间的接触 紧接着 抄子的目光开始陷入一片呆滞之中 双膝咚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妈 这是他说出的最后一个字节 也是发出的最后一个声音 桂花糕 满地的桂花糕 香气扑鼻 这是出自母亲的手 只有他才能唤起自己儿时的记忆 抄子朦胧地觉得 之前好像就见到过母亲 但是一闪而逝之后 却被打破了这种感觉 现在母亲再次出现 她再也不要错过了 这就如同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极美的梦 却忽然被人吵醒 闭上眼睛 又再次进入同一个梦境 那么谁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会在何时再现 或许此时的抄子 正在吃着由母亲亲手为她送来的桂花糕 又或许她正在为王夫人敲打着肩膀 拉着家长 但是她的眼神是迷离的 是涣散的 也是无光的 抄子的呼吸 这瞬间开始变得急促 瞳孔也开始不停地收缩 苍白的脸和紫色的嘴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是她的脸上却挂着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满足的笑容 又一个中招了 扎文斌心里说道 下了这儿有多危险 她的心里是有准备的 却不想这危险来得如此突然 来得如此无声无息 任何人的死亡 任何人的死亡在医学角度都会给出一个合理的死因 比如现在的何以超 她应该就是属于心脏病突发的状况 此时她的右眼开始慢慢地合上 而左眼反而瞪大 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大 脸上的笑容几乎已经是僵硬的 扎文斌赶紧咬破自己的中指 迅速点到抄子的眉心 这叫封眼 而此时的抄子身前的桂花膏 和王夫人突然就陷入了一片血色的薄雾里 自己看得再也不是那么清晰了 她先伸手去抓 却怎么也抓不到 心里越急 呼吸就越急促 脸色呢 也由惨白变成了潮红 眉心之间的位置又叫做眉心轮 其实每一个人的眉心轮里都有一个天眼 并且都是打开的 平日里所谓的见鬼 就是这个天眼看见的 并不是靠肉眼 有的人火眼高 八字硬 神鬼遇上了都得绕着走 他便自然见不到 有的人呢 火眼低 点子又背 便时常能看见那些脏东西 农村里某些神婆乌汉 往往都是在大病一场过后 才开始宣称自己能通神明 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这个时候啊 他自己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那时大病过后 导致自己的精气神太虚了 眉心轮又称月轮 月这个字呢 本身就是一个开着的目 目其实啊 就是眼睛 所以月轮原来就是一个开着的眼睛 月无日 则不明 月若得日 母自明 但是命中之日 是在左 而不在右 因为日出东方 明月西尘 才是早晨之大象 倘若日在月左 虽然也能明 但是右日之明 是目晚之相 即为日落月升 这个明呢 是不能长久的 夕阳 怎么能比得了早晨的朝日呢 只有出生的太阳 才能长久的明 点完之后 抄子的左眼 有些微微睁开 右眼也稍稍有些缩小 扎文斌翻出这小子的命符 也是黄纸一张 不过这上面写的 可不是何以超的生辰八字 而是另外一个人的 感谢请不吝点赞 Expo 刑公司 出生的刑公司 击败 明月